不停到你齁 真的 這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實習是真的是 後一星或什麼年紀比較大 站我們旁邊 然後那個病人就是對他講話 對啦 他講話很重要 行話行話這樣 沒有 我預告比較特別的是 我以前在淡水院去的時候 那其實新北市還有很多整咖的地方 大家其實新北市很大的 那也是我V1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也蠻年輕的 但是我們就要有班嘛 然後就有一個病人 一個四五十歲的一個女性進來 然後就說 他假如就包一個紗布嘛 那我就說 他就坐下來說 你什麼待會兒不要緊張喔 我想說 開什麼玩笑 有什麼好被嚇到 我們見過什麼爛的傷口啊 骨頭什麼蛆什麼都看過 對 他就打開那個傷口 然後我們就 倒吸一口氣 因為我這輩子還真的沒看過 一隻蜈蚣被拍得很大 真的還假的 還在傷口上面 那時候是手機不發達 不然拍下來一定是蘋果頭條 是真的蜈蚣 真的 真的蜈蚣 而且他很寬 那是蜈蚣王 不知道去哪裡找 然後蜈蚣是活的嗎 蜈蚣 蜈蚣 他說他們鄉下就是以毒攻毒 然後去找一隻 他的那個寬喔 蜈蚣的寬大概比我手指頭還要寬 那這樣就很噁心對不對 但是他要把它排成正方形 就是要繞 繞出那個 一個方向的形狀 他把蜈蚣這樣子就看著這個 對 然後那個蜈蚣看起來已經白很多天 因為已經有點陷到那個肉裡面 好噁心喔 對 然後呢 我當然當下是這樣吸一口氣 然後心裡就是很多黑人問號什麼的 但是我旁邊的學弟就說 就不小心就 發出聲音 喔 然後 然後那個病人 然後那個病人就有點受傷的表情 然後我就說 我就裝得很震驚 因為VY要裝很震驚 沒事沒事 這個 這個好就是蜂蚣線組織 我跟你說怎樣 那我發現那個病人沒有在聽 他其實不是真的要來看 還是他老公受不了 其實他沒有要來看 他覺得獨公獨他快好了 喔 但是其實那隻腳已經腫得很厲害了 那再來我想他來看應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蜈蚣真的不太好長 喔 喔 這種衣蚣蚣 所以那個 真的很大隻 我所有看過 我真的看過蜈蚣沒那麼大隻的啦 其實我也算是 自刃長得比較年 是是 我以為他在講說自刃長得帥 所以他要留鬍子 你看我們所有的外科醫生都留鬍子 所以我是故意的 要留鬍子 因為之前沒有留鬍子的時候 很多病患走進來都說 欸你是不是還在實習啊 你的技術夠嗎 之類的 就是為了那句討厭的俗語叫 嘴上無毛辦事不老 喔 所以他們一看到醫生牙醫 嘴上無毛 就想要找他 對 但是自從我留了鬍子之後 其實難免偶爾還是會遇到那種 不相信你的病患 然後他來了之後 他就是因為有一顆大舊尺 要做根管治療 根管治療就是抽神經 那其實大部分病人都很有概念 就是你抽完神經的牙齒會比較脆弱 對 所以通常我們會做一個牙罐把它套住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這個可能要做一個牙罐 然後這個是健保沒有給付 要自費 他說醫生你不要再講了 我直接不會做 你這是要騙我的錢 對 你直接幫我補起來就好 我就說 然後反正就是我就跟他好說代說 因為我真的很怕那顆牙齒會被他咬裂 三個月後他回來 他說醫生那個牙齒斷掉 我真的咬裂 就是我用那個相機拍給他看牙齒就 啪斷成一半 我說這個我上次跟你講過 你看你就是沒有聽我的話 他說沒有沒有 我跟你說醫生我有跟我鄰居討論 他說我跟我鄰居討論 那個鄰居說應該是你沒有補好 我真的經驗一下我真的是超火大 鄰居也是師父的概念 對 我其實我有點脾氣有點上來 然後我們旁邊的護理師就拍拍我肩膀 醫生不要生氣氣 好好跟他解釋一下 因為我情緒有點上來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 我說這個我先問你第一個問題 鄰居是醫生嗎 他說不是耶 但是他非常有經驗 因為他十幾年來 不斷地看牙齒 肩膀 牙齒真的 她非常有經驗 他這個牙齒做不好 還會去找到對的醫生 再做好 然後如果覺得還做不好 還會再找下一個醫生 我最後一次我真的火大 我就跟他說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你去找你鄰居 你問他有沒有認識的牙醫師 idé 所以 waiting他可以幫你退 這醫生 解釋很好 就是不會給知道 對 你要不要介紹 你現在介紹活醫師啦 我就跟她說 其實我認識一個很厲害的成長科醫師 而且她也會成長 而且她有成長科醫師 她也會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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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家裡有這樣 妳們家裡有這樣 她們一定會啊 妳們家裡有這樣 因為像我媽媽她本身是有癌症 然後她當時候確診的時候 就全家都很緊張 因為沒有過這種經驗 然後那時候就有長輩跳出來她說 去接受正規的治療 比如說吃標打藥啊 做化療 其實是那個副作用是很痛苦的 而且就死亡率很高 她說我家隔壁那個鄰居去做化療 最後都死了 然後她就說 可是反而呢 有一個自然療法去做了之後 大家都痊癒了耶 然後就當下我們在旁邊聽到 真的會覺得說 這也就是不可相信了吧 可是我覺得病人會覺得說 看到一線希望 她就覺得說 跟服務的感覺 對 她就覺得說我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真的耶 好像去做化療的人 最後下場就是 嗯 所以最後她有在大醫院做檢查嗎 然後醫生也是建議她說 要去做正規的治療 像之前也是有朋友的媽媽 說肺部長一個東西 X光啊 然後她就說 我不要治療 我誰誰誰誰誰治療 後來怎樣怎樣怎樣 對 我去山上禁養就可以了 有度過我最後的日子 對 我真的是直接坐高鐵下去台中 我覺得我跟那個朋友的媽媽沒有很熟 但我就為了她 我就去去她家 直接跟那個媽媽講 妳相不相信我 我跟你女兒認識那麼多年 我不是很熟的朋友 我用這個角度跟你講 妳一定至少要去做個切片 妳不要長才一個陰影 妳就說我要去山上禁養 我說妳相信我 我不會害妳 然後我跟妳 斬釘截鐵 就算是 我再下來再跟妳討論一次 她就去啦 妳就後來個什麼都沒有啊 差一點點要去山上禁養 對 而且其實老人家 不要講老人家 就是真的在生病的時候 真的會聽到各方的意見 因為大家都知道好的音 可是妳就想說 那到底要聽什麼 對 為難長期 辛苦了 對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 卦號卻不是看病 那是看什麼呢 哎呀 看紅毛巾嗎 那看什麼 有誰卦號不是來看病的呢 對啊 有一次喔 有一個媽媽 其實她不是媽媽 因為她沒有小孩子 嗯 但是她來坐在我面前 她就說 謝謝妳 謝謝妳 我懷孕了 為什麼妳剛剛看起來 沒聽不懂的啊 沒講到這個道路 岸然的人 我就趕快把之前的病例調出來 我說 恭喜 我就這樣回答她 因為聽到懷孕總是要講恭喜 但是我就覺得 她對謝謝妳這句話 我覺得很 她 妳懷孕跟我沒有關係 不用謝 她說 陳醫師妳有看到 三個月前我有來過 我就想起來 有啊 妳那時候說妳喉嚨有一點點痛啊 陳醫師 我那次其實不是來看病的 有一個廟公跟我說 妳們這個地方 福氣很好 很貴帥 那我也不會演真的喔 我診所五年來 我所有的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 加醫生 全部生起來的小孩子 超過十個人 哇 真的 每個醫生 只要有結婚的 在我診所工作的時間 就是會生小孩 哇塞 工作人員也是 可能是因為工作 氣氛還不錯 什麼樣的工作氣氛 會讓妳比較小孩 小燕睡小孩 對啊 所以他們在看妳是在卸神喔 我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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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要跟她說 對啊 我認識一個大醫院的 黃醫師 技術更好 對 而且你看看 人家都會去謝謝她 伊蘭媽 你有謝謝我們嗎 我們的節目 我們今天要拍照 我們今天要拍照 好神嗎 做到會為你們 每個都懷孕 對 今天要小心 對 蔡醫師 蔡醫師要小心 我還要去買鮮花 跟素果給我 所以我們事實上 剛剛都講到說 師傅說 師傅說 好像都是好像不客觀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這種神經 有時候我們也真的還蠻相信的 我就有一個病人 他事實上是從宜蘭來 那我是在南港的醫院 那你會覺得說 第一個我又不是醫學中心 那也不是什麼 非常非常的大醫院 那你為什麼會從宜蘭 跑來這邊看 然後他就是來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因為在那邊 他們的聲明 只是說 一定要到南港 然後公立醫院 那找一位什麼什麼的醫生 然後他 排解算了以後 他說 那就是詹醫師 所以他特地來過 他連醫師的樣子都講 他就對了 大概已經講到說 就戴眼鏡 胖胖的男孩 然後你跟張文說 你跟張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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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因為第一次出診的病例 我們都會問 那就說 那你到底為什麼有來這樣 他就說 因為你看 他今天肚子蠻脹的 他說他在宜蘭那邊的醫院看 第一時間跟他講說 肚子裡面有腹水 卵巢超音波 看起來兩邊都很腫大 所以就告訴他是卵巢癌 但是當時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跟我們那個 不孕症的病人 打那個排卵症又很像 所以我就多問了他一句說 你之前有沒有在吃排卵藥 或做不孕症的治療 他說有有 我連續幾個月 有在吃那個排卵藥 所以我們一推就知道說 他這個可能是因為 吃了排卵藥 又造成所有的卵巢過度刺激 那卵巢過度刺激的結果 就會造成有腹水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開始先 不要再接受任何的治療 那吃避孕藥 讓你的卵巢稍會休息 結果就好了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t